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劉強硬回擊 開學啦 香港6萬多中小學生去了哪裡呢 學家易面臨教師離職潮 朝鮮遠距300萬支中國科興疫苗 理由含蓄 以下請收看詳細內容 9月1日 習近平在中央黨校中青年幹部培訓班 開班儀式上發表講話 中共喉舌新華社 配合以信念堅定對黨忠誠作報導宣傳 習近平講話中更直言 首先要有敬畏心 通常能進入中共黨校培訓的後備幹部 應該是被精挑細選 大多數很可能還是習家軍準備提攜的人 對此海外評論人士鍾原認為 習近平聲稱所謂理想信念 就是馬克思和共產信仰 還稱它是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 但在場聽訓話的這些人 哪來什麼馬克思信仰和理想 所謂的對黨忠誠 不過是要對現任中共高層的忠誠 才會有升官發財的機會 倘若亂說話、亂辦事甚至站錯隊 就會身敗名裂 若不是衛星官發財 誰會坐在那裡有耐性聽訓話呢 習近平還說 有了堅定信念 才能經得住考驗 走得穩、走得遠 否則就經不起風吹浪打 臨陣逃脫 中原說 下面聽訓話的人應該十分清楚 目前黨內習近平連任的鬥爭十分激烈 他們不得不小心 應該站在邊邊 亦在思考後路 習近平還強調 檢驗黨員幹部是否忠誠 有明確的檢驗標準 能不能夠維護中共的權威 和集中統一領導 自覺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等等 都是對黨忠誠的直接檢驗 中原認為 習近平最關心的是 他們能不能對自己真正忠心 特別當前激烈內鬥的時刻 習近平到黨後說這番說話 亦想通過黨媒 傳遞給那些使徒騎場和官網的官員 告誡他們不忠誠的可能後果 看來 習陣營對連任確實沒有十足的把握 還有評論認為 不管習近平如何防範 如何為自己的連任鋪路 但現在打著社會公正的大旗 推行共同富裕、劫富製貧 並對境內科技公司實施大規模打壓 中共將國內百姓辛苦創造的財富 據為己有 經濟增長作為它執政合法性的依據 它揮舞的這些經濟亂權 勢必重創中國經濟 對增長前景構成負面影響 當危機無法解決 黑獲都會落到習近平一個人的頭上 習近平無疑是在此自廢武功 他還想在中共二十大連任嗎? 美國政府的氣候特使克利 9月1日訪問中國 尋求合作解決氣候問題 但在此之前 美國之音報道說 雙方的合作前景並不被看好 果然 克利這次訪華 是中共方面邀請和安排 克利在9月1日 卻指以視像方式 和中共外長王毅會面 9月2日 亦同樣以該形式 和中共副總理韓正會面 有評論認為 中共的做法是因人而異 因為在7月26日 美國副國務卿謝曼同樣到北京 均和王毅面對面對談 不僅如此 王毅在同克利會誤中 還採取惡人先告狀的方式 說中美關係的大環境 目前陷入嚴重困境 都是美方的錯 要美國首先糾正錯誤 無獨有偶 中共新任駐美大使秦剛 同樣在9月1日 亦一改之前 女女主動向美國示好的態度 反面指責拜登政府 延續上屆政府的對華政策 破壞中美關係 而對自身在人權和地區安全 貿易和網絡等領域 被受指責的行為隻字不提 有分析認為 外界看到 王毅這次會見克里士、 撒無奶的做法 和秦剛的戰狼表演一脈相承 但亦正好暴露出 中共對美國聯合全世界 圍堵打擊中共的懼怕和忌憚 在克里訪話前 美國國會資深共和黨聯邦眾議員 麥考爾 Michael McCaul就發表聲明 敦促克里 不要輕信中共這個無視國際協議 實施種族滅絕政權的話 不要犧牲美國的價值 也不要忘記中共惡劣的不遵守承諾的記錄 麥考爾在8月31日發表聲明 敦促克里 不要在美國的能源需求 和供應鏈問題上 和中共發生關聯 他指出 這些談判令美國看起來軟弱 並損害了美國和中共之間的 其他主要利益問題的討論 例如 美國的國家安全 和中國的人權問題 中共新近修訂的海上交通安全法 宣布自9月起 所有進入所謂中國領海的外國船隻 都必須向中方通報 美國國防部9月2日做出了回應 態度堅定地認為 中共此舉違反國際法 在向中方提出嚴正抗議的同時 也強調美方會繼續 在國際法允許的範圍內自由航行 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報導 中共9月實施的海上交通安全法 要求通過領海的外國船隻 通報名稱 呼號 當前位置 目的地和船上貨物 中方定義的領海 不僅是中國沿岸海域 還包括東海 南海 以及台灣周圍海域 外界認為 中共當局利用這個所謂新法 再次進一步挑起海域擁有權的爭議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蘇普爾 John Supple對此強硬表示 任何國家的法律 不得侵犯其他國家 在國際法保障之下享有的權益 中共此舉 是對包括南海在內的廣泛海域 構成嚴重威脅 影響其他國家的貿易 商業和航行自由 中共間方面要求其他國家 通過海域時要事先通知 這樣的做法違反國際法 對於中共海事新法 對美國海軍在西太平洋行動的影響 五角大樓宗教麥納斯 Martin Miners說 美國將繼續在國際法允許的 任何地方飛行和航行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 在1號的新聞發布會上亦強調 美國堅持的原則是 所有的國家 無論大國或小國 都遵守同一套海洋法律 美方毫不被偉地向中國提出抗議 並將繼續反對中國 非法和過渡的海洋主張 9月1號是學校新學年的第一日 讀書囊背起書包上學堂 但是香港教育局的數據發現 截至7月底 香港公立中學和小學出現了6萬1千個學額空缺 還有學校大批老師換了新面孔 這些學生和老師到底去了哪裡呢 香港教育局8月公布了 2020至2021年度 學生人數統計報告書的數據 以及學額空缺參考數據顯示 香港小學生的流失率約1.6% 中學的流失率擴大至2.84% 截至7月底 公立中小學的學額空缺 達到61,333個 另據香港中學校長會2月份發布的調查 2020年7月至11月期間退學的中學生 較2019年同期大增與兩成 當中因移民或赴海外升學的 更較2019年大增一倍 香港直資學校創志中學校長黃晶蓉 9月1日也透露 學生流失問題嚴重 除了學生 學界也面臨教師離職潮 已經解散的香港教師協會 今年5月發布調查 顯示有約4成的受訪教師 有意離開教育界 黃晶蓉校長說 他的學校一年有12位老師離職 而且大多數是年輕教師 其他地區的直資學校情況更為嚴重 到今年7月初 已經流失近40位老師 黃晶蓉認為 造成老師紛紛移民或轉行 主要原因與政治和社會環境有關 《立場新聞》也曾報道 傳統名校英華書院 在2020至2021學年 最少有15名老師離職 佔教學團隊人數約兩成 當中不乏移民者 一位任教10年 現在選擇移民的教師 在接受自由亞洲採訪時表示 他對香港教育界感到悲觀 如果留下 就被迫埋沒良心教授國安課程 離開了也憂慮未來再沒有真正香港人 教育下一代 香港師生雙重流失 更危及學校的生存空間 有些學校已經面臨廢校的危機 中共當局目前仍在全世界搞疫苗外交 當然對朝鮮也不例外 但近來出現了尷尬狀況 聯合國兒堂基金會的一位發言人 在9月1號表示 朝鮮公共衛生部拒絕了一批 由全球獲取機制 COVAX提供的大約300萬劑 中國產科興疫苗 理由是全球供應有限 應該將它送到疫情嚴重的國家 外界嘲諷說 這個理由有點陷促 不過 據提屬於韓國情報機構的韓國智庫稱 今年7月 由於擔心副作用 朝鮮拒絕了阿斯利康的疫苗 韓國智庫 國家安全戰略研究所今年7月透露 平壤對中國產的疫苗沒有興趣 因為擔心它可能不是那麼有效 因此在印尽中國接種產品的問題上 遲疑不決 但朝鮮反而對俄羅斯製造的疫苗 表現出有興趣 另外 還有消息說 今年5月 有朝鮮高官在注射中國疫苗之後 不幸去世 引起金正恩強烈不滿 隨即要求朝鮮醫院 金融所有中國製藥品 在全球多個國家受疫情席卷之際 朝鮮當局一直堅持說 由於防控措施得當 朝鮮至今為止沒有發現一個感染者 但外界專家普遍表示懷疑 全球免疫聯盟的發言人表示 將繼續與朝鮮當局溝通合作 以幫助應對大流行病 這一節的新聞為你報導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